女士的法则演员玩撞红毯 彭玉畅不改搞笑属性 江书颖本色出演 彭玉畅饰演宋修人称修狗 和伟大薛王大陆一起出席电影节 三人在红毯上盗走红毯 本来都拍完照片走了 又被摄影师喊着拍了一遍 一看都快回到起点了 三人立马撒腿就跑 江书颖在剧中饰演许杰 霸气与姐超A 出其星光大赏时身穿眉红色鱼薇礼服 整个人冷艳大方 白到发光有没有 身材更是好到令人羡慕嫉妒 罗敏涛在剧中饰演陈染 出席在大赏活动时 身穿大红色裸背高开叉长裙 大红唇五倍动人 整个人显得非常成熟有魅力 大姐大风范十足 高欣在剧中饰演简佩燃 和剧组一起出席红毯时 绅士的牵着旁边的女士 小心翼翼的跟着大部队 发言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腼腆 完全没有架子 陶欣然在剧中饰演蒋琼 出席红毯时身穿白色刺绣礼服 整个人温婉大方 丝毫没有暗玲容阴狠的样子 和剧中人物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戴相羽在剧中饰演渣男孙哲伟 但是现实中的戴相羽却非常爱老婆 和老婆陈子涵一起出席活动 两人颜值几乎和年轻时一样 这夫妻俩是吃了仙丹了吗